汉代怎么样扭转 在秦之后的那个漏俗的 我想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在中原腹地 就是尹 古代是尹穿的 在今天河南玉州这一带 地方非常大 人口多 那么这个地方到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 主要是一些豪门大族 他们互相通过婚姻 通过跟官府的勾结 在地方上形成了很大的势力 彼此还有帮派 斗得很厉害 在地方上不得安宁 那么朝廷很着急 就这个地方一定要派 精明强干的官员去治理 那么一开始派了一位 叫赵广瀚的人去做太史 那么这个人呢 作风非常的果断 到了那里以后 就是鼓励民众互相检举揭发 甚至采用一些权术 去挑动当地的 他们之间的矛盾 然后呢 这个快到斩乱麻 把地方上很快搞定 但是这种东西呢 它是上对下的 它没有一个下面民众 自发地配合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这一种 完全是靠刑法 来治国 是有问题 我们简单地说 一个人的价值观 他的人生观 是他这一种 治国方法给不了的 你完全靠这个去治国 他不能长久 后来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最后呢 政府就派韩岩寿过去 那么这个人 他是一个儒生 那么他到那里头一看呢 这问题咱们要用 换一个思路来解决 所以他到尹川之后 挑了二十多名 德高望重的长老 请他们吃饭 跟他们了解情况 跟他们沟通 咱们这个地方 要弄得呢 很和谐 很温情 那么把他们说服了 说服了以后呢 又说呢 我们这里要办学校 我们要学习礼仪 我们要行成年礼 让每一个人了解 一个成年的男子 对家庭 对社会 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而举行婚礼 那么建立一个家庭 怎么样和二性治好 后来这个礼仪 它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 推行了很多年之后 这个地方风气 完全改观了 这好到什么程度呢 连那些坏人都不敢进去 你想想看 这个我们去读一读汉书呢 就可以知道的 确实两种治理的方法 带来的后果 是完全不同 那 那 就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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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